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前天不在哪吗 在那个吉宁的那个一个民宿住 宾馆都不让带大狗吗 这民宿让 让吧 然后后来我给这个老板 然后我们提前沟通的 他说可以带 可以带 他问我这狗钓毛吧 我说钓毛 但是我要去给他洗澡 好久没洗澡 他说你上哪 我说上宠物店 他说不用 咱们那楼上就能洗啊 我说洗完之后怕他钓毛 他说你这样 你如果要钓毛 你钓得多呢 你就给谁 给保洁那个阿姨 给他弄个十米二十米的 后来我想也行啊 二十八 后来我等到楼上之后 你一查宠物店 离他那会 他那会特便 离他吧 最少得有两公里 我实在走不动了 就没去 就从楼上给拔车洗 洗完之后 然后两个卧室 我全关这门 没让拔车进嘛 就是在客厅有点毛 但是我第二天 早上走的时候 给他扫完之后 又拿那个毛巾 就那个 那个 麻的地啊 其实就没 根本就没有多少了 但是我忘了一个地方 就他爬那个地 探着当有点毛 有点毛 你这要多少钱吗 要三百米 我说就跟那方东说了 我说押金我就二百块钱 我说你随便吧 我说你要这样 就有点过分了 你说是说收十米 二十米 送了收过三百 后来他问我做什么的 我说做自媒体的 送了吗 然后他说咋子呢 我说这个视频我肯定罚了 他说你这样吗 我再给你报家阿姨 赏赏赏呢 说明要了一百五 确实他转账了 我不知道他给谁转的 转了一百五 后来他说我做自媒体的 一听我做自媒体的 一说是这么说 说你一一半吧 送了又扣了八十 扣了八十 他他其实 其实老板说话都挺好 咱得承认啊 说老板说的都挺好 但我就感觉心里不得劲 知道吗 一百三十米再加八十 这挺贵的呢 这主要就是说 一开始你告诉我了 多加个十米二十米 唉 是吗 说到咱们做到 这种 来你看这有截图 这截图都有 你想干嘛 你吃比我还多你 别给我动啊 过去过去 点点东西 点点外卖 现在没啥东西了 点点手口 点蓝 点手口 哎呀 我还都醒了 我基本没这么吃 他太能吃 全都给我呛了 就那天罗他吃不了 说老板 你吃饱了 我啥也没吃 你咋这样 嗯 把他 你吃饱了 我啥也没吃 你咋这样 今天给他洗澡 就洗了 将近一个多小时 这下干净了 我感觉拼那个 就是 真正从无垫洗的 还干净 别吃你都吃了 那就这个海鲜 这这这 这个你就是吃 你吃不了 拽到好 我点的东西全你吃了 还有点不乐意 哎 谁让我心疼你呢 我乐意 把他 把他 是吧 去吧 去去快 爬一会儿 就玩回去 去 玩一会儿 好了好了好了 别找我 我还没吃完饭 去 去别动 这么小 别动 对爬待会儿 嗯 我还没吃完 就帮我 我还没吃完 我还没吃完 我还没吃完